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看一場天空熊對上Viper的對決 那天空熊的話是台灣大概有前五強的一位台灣選手 他的實力相當的強 除此之外 他年紀也是相當少年 他算是台灣版的天才少年 雖然他可能已經不算少年了 不好說 對手呢 居然是之前的世界冠軍Viper 可以說是他每一場大賽都打出滿好的成績 由於他最近好像跑去打世紀力國4的關係 所以可能成績有點不太好 他現在好像是打算雙修 世紀力國4跟世紀國2的比賽他都要參加 他是大人的他不會做選擇的 他是全都要的類型 那Viper這位選手呢 他是應該算世紀力國上我最喜歡的一位玩家了 他的打法很特別 就是很靈活 他常常有人在那邊打你的魔法啊 有些棒棒啊他就把他圍起來 或是把直接刺頭圍起來 超級的堅強 他的應對就是非常的靈活 好 來看一下他有可能算是 比賽中的霸主吧 他雖然天梯沒有很常拿地 但是 每次看到比賽很多冠軍都是Viper拿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場比賽相當的經典 台灣高手對上世界的高手 好 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天空熊這個帳號是他的小號 他的名字蠻特別的 等於X等於 一個菊花眼的概念 好 再來看一下兩邊的村民 跟地圖 那天空熊這邊基因在外面 果樹在右邊 右邊比較危險一點 再來是 我Viper圖算是偏差一點 而且只有一個安全的墓區 這邊被弄了一下生活就無法治理了 右邊的墓區也很危險 前面這兩個錯也可拿到城堡時代 才會可以直接挖到這個墓區 好 那這邊 果蟲的話 都在前方的話就會比較難手一點 我Viper選擇去爬房子放到前面 好看一下兩邊的升級 加速一下 好這邊 Viper的果樹是直接貼到底的 不是 退一格的那一種 退一格聽說 對高手們來說比較好的防守 棒棒 這邊天空熊的 喔 棒棒 過欄 然後差點抓掉這個Viper的村民 但是你們看到 Viper突然把自己圍起來了 還走掉了 哇 再圍一個 再擋一下 這就是 常常拿到世界冠軍的實力喔 這手速超快的 不知道在快什麼 好 這邊 天空熊按出了一隻棒棒之後 就繼續按了 然後升上封箭實彈 對手Viper好像也是想打一個 封箭的想法 但是這邊要來挖金會比較危險 趕快把自己圍起來 哇 你看這個手速 讓自己安安全全 普普普貼貼 安全的挖金 OK 這兩隻棒棒 直接要打一個前線了嗎 然後這棒棒出去很快 好那兩邊都沒有打算要圍 都要打一個正面 那目前都有織布技術的狀況 我希望這個民兵 可能殺不太到村民 兩邊都有點被鬧到的感覺 但是這邊Viper把自己的民兵拉回家了 還有 自己的赤猴 這是要回救的意思喔 這邊村民有點被鬧到了 果樹沒辦法採 不好守 這邊Viper果斷不採果子了嗎 欸這邊要蓋什麼 拿出棒棒了 這個應該是要敲個什麼建築物的樣子喔 他這邊敲出了射箭場 這邊還升級了裝甲 好看來回來 裝甲回來升級 是因為要來按這個射箭場做防守 他這邊數量有點少 但是Viper的數量總共有四隻裝甲步兵 然後刺猴這邊再硬上 哇 這邊天空手的 裝甲步兵 全送光了 哇天空手現在一個大劣勢 到底我們台灣高手天空手能不能幹起一些特別的打法呢 喔這邊Viper選擇了四級喔 當然想要調配一下經濟 蠻有想法的 這邊兵工廠快蓋好了 OK蓋好了 那天空手這邊會選擇什麼樣的科技無限呢 看一下 這邊有三隻小弓出來了 這邊要圍 好開始做色色的事情 好熱血開射 OK那這邊赤猴可以收掉一個戰毛 喔這邊抓得很好欸 抓一個斷兵的路線 剛剛這邊戰毛送掉啊 那Viper這邊整個都要後撤了 那Viper再繼續往前壓了 那Viper這邊先圖一下戰毛 OK那這邊鎖高地不錯 好那這邊天空手還在繼續按攻兵喔 但是 馬就也下了 哇打最兇那種 直接要來個封建ALL IN了嗎 這邊Viper果樹 吃好吃滿 直接八個人吃果 喔很捨木材 然後這邊打獵也打完了 哇 那這裡沒有選擇趕路喔 直接拉四村 出去打獵 蓋個模仿 這個路也是吃得 輕輕鬆鬆 舒舒服服 然後這邊拿就快好了 但是這邊 天空手很劣勢 對面有四個裝甲 不能隨便亂來 而且還有戰毛類似的騷擾 但沒有問題 戰毛打村民 只有1滴的傷害 那慢慢就也沒關係 我們這邊先存一下攻兵 這邊要繼續按肉碼的樣子 但是 天空熊的義攻 已經好了 喔遠防 喔遠防沒按 只上了義攻 這是正常升級 還以為連義防都按了 正常來說 攻兵不會去按義防 但是 VIPER這邊卻按了義攻義防 都按啦 哇 VIPER真的是大人 他真的全都要 來看一下這邊都調換 這邊VIPER已經意識到 後面被繞過來了 但是這邊 戰毛 看到肉碼 哎呀 肉碼這邊 直接 硬上 這邊戰毛 趕快 小弓點一下 喔唷有沒有看到這個 VIPER的圍操 直接把弓兵 左右走 然後直接戳死一直 再往左走 哇這個操作 好猛 呵呵 直接用弓兵 秀滿了 用紙 初初秀到了 天空熊 喔 這邊VIPER抽的真的是很鬼 這邊 趕快回到 城門後面 上面 拉一下距離 喔 這邊一個回頭射掉 裝甲 撞爛了 但是有點卡村 這個房子沒蓋好 有點可惜 但沒有關係 天空熊應該早就意識到了 沒有 這邊卡村可能會卡一段時間 但村民宿 天空熊暫時領先一村 還行 那卡村就換手推車上 OK 這邊換掉兩隻 換到一隻裝甲 然後死了兩個小弓 這邊天空熊壓力非常的大 但是這邊 哇塞 這邊繞了五隻肉馬 怎麼要去VIPER家 幹你事情 然後防線這邊已經拉出來了 看一下 這邊肉馬還在繼續按 天空熊應該是看到 VIPER這邊 戰毛很多而已 但是裝甲其實都殘血了 應該用 肉馬應該是蠻好擋的 這邊看一下會不會出什麼大事呢 OK 這邊再蓋一個木槍應該就穩了 把小弓上面射一下 喔呦呦呦呦 這個被刺到戰馬還是會痛 先再拉一下再拉一下 OK這邊肉馬出來 打一隻雙線 哇這邊 賺到了 這邊肉馬敲到很多東西 直接讓來不收盾殺兩村 OK村民宿 逐漸拉開 在戰馬來不及 然後後面這邊 我直接射掉了 裝甲步兵 然後前面這邊 三隻肉我們在追趕 這邊是戰毛 然後家裡還有五隻肉馬要處理 哇這邊MIPER一直收村 經濟上可能快跟不上 這邊戳戳會不會一戳三呢 哇很有機會 但是趕快把這個戳戳打掉 這邊戰毛又回去繼續追了 OK 搞好掉戳戳之後 肉馬還在繞 看有沒有機會 打空窗 哇這邊木區真的是被 天空手鎖得很慘喔 直接被鎖定打擊 這邊直接集結 七隻肉馬 直接硬傷 小公也過來 這邊要趕快立塔 這部立塔化了 守不住 這個塔可能 暗的有點滿 但這邊肉馬的數量很多 要是這個塔立不起來 就爆了 哇這應該立不起來 這個肉馬的量太大了 哇天空熊又在圖村 圖村 四三隻四隻了 五村民宿差距 已經來到了四隻 六隻村民了 然後這個塔也立不起來 哇天空熊一個 守司劍塔 Viper這邊經濟大雜獵 而且天空熊已經按下了城堡實彈 但是Viper這邊也點了城堡喔 這個蠻細節的 好戰毛看一下 能不能稍微守一下 跟戰毛好像蠻強的肉馬 趕快來處理一下 就是看到對面戰毛往TC走 又拉了回來 天空熊這邊把這個金礦控著 應該就很穩喔 後面應該不會 輸太多 來看一下這個肉馬 戳戳沒有出 目前Viper雙射箭場都指出戰毛 沒有要出其他冰種的意思 戳戳在TC附近徘徊 看到人的布來 但是幕區可能會被鬧了 那Viper可能會想要把自己的戳戳往伐木區移動一下 然後這邊 天空熊五隻工兵 拉了有點遠了 應該是在等一個城堡升級 好城堡誰要到了 馬上按下兩隻騎士跟奴兵跟二級遠攻 那Viper這邊還有30%時間 到底能不能趕上這一波城堡變身 在天空熊這邊工兵好像走得有點遠喔 應該來得及回來 奴兵的變身還有一半 應該還不行 好來看一下這邊 肉馬 一直在這邊給Viper壓力 給Viper做更多的操作 去處理這些肉馬 然後這邊就去選打木槍 但是 偷偷棍過來 偷偷手一下 喔這邊弩兵直接走了進來 但是Viper已經準備好戰毛了 哇直接插死一隻弩兵 兩隻 三隻 哇這個戰毛打奴兵還是蠻痛的 哇直接頭死了 三隻 但這邊正面 打得也不錯 這邊肉馬跟騎士 直接換掉了正面的戰毛跟出錯 後面奴兵直接被 兩隻戰毛給解光啦 兩隻戰毛直接打五隻奴兵 還是正面的話 Viper難受 目前資源只能生 戰毛有食物跟木材 但是現在呢 再繼續出戰毛沒有太大意義了 冤戰毛是沒辦法打騎兵跟肉馬的 哇塞 那這邊 是不是要打出GG了 金礦正在蓋 這金要趕快蓋提示空下來才有機會喔 那這邊可能要不要再繼續出一些 戳戳做一下防守 OK那這邊提示蓋好 好騎士又進來砍 我直接進TC 不死村就是這樣 OK趕快收拾趕快收拾 但是 天空和經濟太好了 很多騎士已經在逛 Viper的家了 上面的墓區被鎖得很好 但是 這邊一直被鎖金 然後被騎士限制採集地的關係 現在Viper的資源很不充足喔 而且村民宿已經差距13村了 因為天空熊這邊已經是3TC開局了 1 2 3 城堡3TC 然後又爆騎士 一直瘋狂給對方壓力 然後稍微停一下村 蓋個修道院 照個真旅 然後撿個遺跡 或照對面騎士也可以 這邊Viper修道院還是沒有按下來 可能找不到一個時機按修道院 還是他撕彈打太久了 忘記這裡可以著想了 到現在還沒下修道院 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邊是打戰戳 戳戳而已啊 中裝兩個軍營 這邊天空熊帶了一個前置BK 有個想法在喔 好 這邊 騎兵分兩隊 上面4隻 下面4隻 分頭兩路行動 但是下面被抓包了 但是上面 由於Viper的兵都是復兵系的 走的比較難一點 這邊可能 唉唷這個出路被死5 這邊一直在交換時間的話 村民一直不能出來工作 Viper會很痛苦喔 完蛋 這邊一直被控住 唉唷這邊真的為什麼不下修道院 這真的是有個疑問在 反倒是天空熊這邊修道院已經蓋好了 然後也開始去撿遺跡跟往前置的一個想法都已經有了 Viper這邊遲遲不安下修道院 石木柴其實是有的 那如果有肉馬的話 這邊Viper會更好守一點 來沖米柱查局20村 這邊天空熊龍馬被抽到一隻發血整塊 唉唷 但是來這邊看一下 還是沒有修道院 沒有看到修道院 天空熊龍繼續在爆馬 然後衝車也準備好了 奴兵也在慘 什麼都要慘 什麼都要來一下 OK那Viper這邊 繼續在出奴兵 想要把這個奴兵的量給弄起來 還有戳戳 那戳戳跟奴兵亮起來之後 就有機會可以反打 反正面天空熊選擇了一個壓寶 好 哇塞那Viper呢 來了幾竹子 天空熊這一波前壓城堡嗎 但是兵量其實有點稍稍不足 好來了三隻的奇兵 但是 奴兵的數量很少 沒有彈到血 可能也射不太快 你射不準 完蛋 然後這邊還有真語在做招翔 好這個跑起來 可能要GG了 直接鎖兩個 射箭堂 喔真的打出了GG了 恭喜K公熊 直接 打敗對手 Viper 那Viper也是 真的是有世界級的選手的風度 打出了GG 但電影覺得很奇怪 這個分數沒有特別高的小夥子 居然 操作這麼的6 這個台灣天空熊實力又是不一樣 天才少年天空熊 OK看一下急殺傷的部分 還不錯喔 幾乎是兩倍殺敵 是我天空熊這個控兵也是控的相當好 要是我的話肯定做不到 這個太忙了 前面後面都要顧 好那它這邊選擇是波蘭 波蘭這邊採集食物真的很多 直接遙遙領先Viper 3000食物的量 雖然稍微Viper是有被騷擾到 但應該只會突出一兩千 如果以正常文明來說的話 這邊突出到9千甚至快4千都有可能 那3級的部分天空熊也是稍微好一點 換了一些 那黃金鏟書創明書也是搖搖了一些Viper 哇那Viper跟天空熊這場打的真的很精彩 希望下次天空熊還可以再遇到Viper 這樣我就可以再播他們比賽了 好啦那我希望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